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十大央行聯手,中央計劃出招 好事成商,絕地反彈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彈了1095點,彈幅有5% 收報22805點,成交活躍1712億 港股年跌多日後,昨天跌到21139點 最低的時候,跌到傻了 今天終於反彈了 其實昨天在視頻上跟大家說 我們星期一就說買些貨 昨天都還坐艇 今天整體而言,都叫做有少少獲利 昨天跟大家說的雅生活服務 今天升了一成過外的 等一會再說這些股票 最主要現在整個形勢有少少儲光 雖然這個有可能仍然是紅市反彈 我們先做保守的打算 因為千萬不要一見到星 就說紅市結束,跌完了 不要這樣的想法 應該是怎樣想呢 就是這個反彈可能都是短線的 都是紅市反彈來的 未必一定是真的 雖然我們買了一些貨 但是都要小心為上的 萬一不對勁 都是要走、減刺 如果信心就算是大的 都是怎樣呢 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看著它有得上 就退高一點點的指針位 一路一路一步一步 如果你再信心大一點 就是怎樣呢 就是可能彈高一點點的時候 等它彈高一點 就是有少許回的時候 就再加一點點 不要搞大量 千萬不要加重 因為現在未知道情況 總之就逐步逐步來 現在當市場先是一個反彈 反彈大概看多少呢 大家看看恆生之速的這幅圖 暫時來看 由於RSI太過超賣了 昨天跌到18.2 每次跌穿20 就是過去10年 都是一個比較合適的 反彈的機會 今天有少許反彈 先看著綠色的條線 大概是24,000 24,000 就是之前 上個星期五 那支陽竹大概的收市位 那天就收報24,032點 那大概是24,000 都不一定到的 剛才說過 摸著石頭過河 那為什麼今天的市場可以升呢 剛才說的原因 十大央行聯手放水 維持流動性 現在其實很怕美元不夠 全世界怕美元荒 所以昨天還說到 大量的美元 就搬回去美國 因為那些對沖基金 應付屬戶也好 沽海外的資產 就調些錢回去美國 令美元升得很高 外面的這個世界 就很不夠美元 所以昨晚聯儲局 跟各國十大央行聯手 好 我是會放一些美元給大家的 有一個叫做 currency swap 的物體 即是那些貨幣互換 只要你有需要 譬如說 韓國的央行 如果你需要的 你就可以問聯儲局要美元 那你就給我一些 韓國的 我就 swap 一些美元給你 那你市場 你就可以放一些美元出去 那你就不用 那裏沒有了美元 那你就可以解決 流動性問題 那今天其實 韓國央行 大概要 swap 換了六百億美元的資金 那澳洲都有可能要的 那就是因為解決這個前方的問題 不是錢 本地貨幣他們印多少都可以 但是不夠的是美元 那聯儲局就說有美元放出來 所以大家就是鬆了一口氣 鬆了一口氣之後 今天美匯呢 有些偏遠了 就是衝到103 那今天呢 日間的時候回到101 那一下其實是回到102 但是都是衝高回落了 都是好事 對亞洲區來說是好事 那剛才還沒說到 韓國是拿了一些美金的 那是舒緩的 昨天韓股很慘的 跌8點幾個百分比 8.4個百分比 今天就升回7.4個百分比 雖然今天只是一個 新爲六甲 不是一個很好的形態 但是都叫做持續跌勢之後 有些代變 就是都叫做回穩 那韓國股市回穩 台灣股市昨天都跌 都跌得很傷的 是不是 9000點都跌穿了 今天呢 又反彈了6點幾個百分比 同樣道理 就是跟韓國的情況一樣 就是亞洲區呢 見到美元回回 就即是說那些 基金在亞洲區 沽貨要回去 班支回潮 救自己 熟回 以應付熟回的一個過程 有機會呢 是告一段落了 大家鬆一口氣了 好了 明了這個大圖片之後 你就會明白 港股今天的彈 彈5% 其實都是陪著你走的 就是陪著這個 亞洲區股市一起上 不要以為只有香港自己做得好 不要這麼自大 香港其實都是這個 泰區新興市場其中一員 昨天跌得很慘 跌到21,139點 因為人家更慘 剛才說 韓國是跌8點幾% 昨天反彈了 今天港股就有彈 所以要認識一個大圖片 認識了這個大圖片之後 本地不是沒有好消息的 都有一些好消息的 所以 今天港股裡面 有些中資股彈得特別多 這些是什麼好消息呢 就是中央有機會出重招 據路透社報導 就是中央計劃 就是動用幾萬億元 再搞新基建 包括5G 包括重點防疫 還有會增加預算赤字 其實前幾天 前央行發言人 姓盛 有機會將財赤推高到3%或以上 今天路透社報導 就說財赤有機會由GDP的2.8% 推到GDP的3.5% 數字都挺大 因為中國的GDP 其實上1萬億人民幣 所以上100億人民幣 100萬億 我忘記了多少 不要緊要 再檢查給大家 不要說錯 因為一下子怕說錯 數字 總之GDP其實都上到很大 如果增加GDP的赤字比重的話 有機會可以 財政上都可以花很多錢 海外現在其實 都是要靠財政開支 都是要交央行放水 兩樣商管齊下 中國也是這樣做 譬如現在 意大利重災區 意大利政府 就計劃 就要動用財赤 就是希望動用5000億歐元 這條數就比較適合 以前他說的幾百億 老實說 說出來真的沒有用 你一個歐盟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多個國家 這麼多人 默克爾說 譬如說250億歐元 有什麼要救 你現在一個國家 意大利港 5000億港 雖然最後做不到那麼多 但我們要明白 你當它做到 500億歐元的一個國家 以大利這樣說 大概可能是4000多億港幣 它有這麼多人口 隨翻雲 等於香港那樣派錢 每人都是 一萬港幣 可能都舒緩一下 如果說 只有幾十億歐元 或者一百億歐元 根本就是 那些國家 都很難去 杯水車身 總之就不夠了 另外 疫情方面 譬如說 美國現在都開始 認真一點對待 譬如加州 現在說 lock down 叫大家留在家裡 不要出外了 紐約州又緊急 這兩個人是最大的州份 那些人開始 不要那麼漏洞 當然 他們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還有一段時間搞 那些後話 那美國現在最緊要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先救火 因為股市跌得那麼低 那其實它自己國內 已經放了很多水 即是其實差不多 什麼都是保住的 那些銀行 最後現在最緊要 就是特朗普是有提議 第二就是它不反對 就是用錢去買受災的股票 所以要想一下 什麼時候呢 美國政府或者聯儲局 有沒有機會直接入市買股 我覺得有機會 它都說出口了 是不是 它跟華爾街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很密切的 那是有機會的 所以美股現在有機會 是定下來 倒指大家看看 現在大概兩萬邊那裡爭持 今晚呢 就是三重 四重結算來的 過了 今晚 今天有人也說 今天春分 所以市場又回好 不要緊要 大家什麼理論都可以 最緊要就是看實際情況 就是有機會 跌了那麼多之後 又回穩 可能有機會又有些反彈 那它就兩萬邊 但如果相應 它3月13號高位 就是兩萬三千一左右 你看它兩萬三先 港股 銀子 希望反彈可以到兩萬四 盜子希望可以到兩萬三 好了 這樣講股份 騰訊 我覺得 這陣子星期一 跟大家說的時候 就是這一日陰燭 說跌 就是買的話 星期二 之後三四 如果你在這幾天買 我星期一說 叫大家買 星期二三四買 今天三六零 大概收三五九點六 最高是三六四 即是高過了 應該買的話 這幾天買的都有一些 都OK 阿里巴巴 現在還差一點 這個星期一 三月十六號 如果你在星期二買 有可能還差一點 還會輸 因為那天收183.2 今天收183元 還差兩毫子 但是如果你是之後三四來買 就應該都可以賺 所以你只當是打平手 我不知道哪一天買 說說第二隻 第三隻 是昨天跟大家說的啞生活 昨天已經反彈得很好 今天再彈11.8% 我對物館股 還是情有獨鍾的 除了兩大科學磅股之後 夠膽推薦的就是這些 今天都彈得不錯 一個市一彈 都看到它彈得好 如果你今天看到來買 當然是好 今天還有很多股都很好 好像剛才說 如果搞新基建 那內地會搞5G 那今日中移動 就彈到13.6% 恆指成分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那隻 那這隻股好沒有 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純粹是那些普通的業務 其實就一直都要減價的 提速的 就是要減收費 但是網速要提高上去 一直都要開始 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有機會做5G 就可能有少許看透 另外一隻 今天長實 就是11.13那隻 近來都跌得很厲害 因為它就持有很多 英國的資產 英鎊昨天跌到35年低的時候 影響拖累得很厲害 今天都彈了13.5% 哇 真是長實 超人的股票 哇 這麼大幅的反彈 很多人都很少見 真的都很厲害 好了 另外油股 昨晚油價反彈24% 哇 今天呢 中海油呢 其實開的時候都是6.7號多 結果收的時候就收 升了11.8% 都不錯 收7.13 那這些股 都可以留意一下 整體而言 我覺得港股 就是 含紫來看 因為超賣 現在當它還是保守一點來看 都是紅市反彈 先看第一格 2萬4 如果清得上 穿這個位 才再進一步上亡 否則的話 不要那麼大看頭 現在還是當它是紅市反彈 升穿 才再算 如果你還未入市 這兩天 下個星期 可能都還有調整的機會 都可以考慮 但是入了市也好 未入市也好 記緊 都是要看實 不要這麼大安置疑 如果你是入了市 要推高自贈人位 最好就不要讓它由贏變輸 如果萬一最後最後怎樣呢 就用昨天 3月19號低位 恒生指數來計 就用它低位21139 你當它21,000 或者21,100都可以 作為這個指示位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